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度在开局阶段压制住了赵俊鹏 并且取得了比分上的领先 不过在经过调整之后 赵俊鹏找到了破敌之策 那就是以快之高 最终也以大比分2比0击败了梅卡尔 帮助中国队率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第一局比赛开打之后 赵俊鹏和梅克尔都处于相互试探的阶段 二人比分也非常胶着 一直打到了5比5平 随后 梅克尔抓住了赵俊鹏失误增多 连续得分取得了8比5的领先 在加强自己进攻之后 赵俊鹏顽强追回了2分 但是无谓失误 再次给了对手拉开分差的机会 梅克尔也以11比7率先进入到了首局的间歇 重新回到比赛之后 二人依旧打得难减难分 不过随着赵俊鹏加快比赛的节奏之后 他逐渐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但是在自己启示时 一次判断失误 让梅克尔稳住局面 以15比11继续压制着赵俊鹏 不过 赵俊鹏已经找到了击败梅克尔的方式 那就是用快速的击球和高节奏的频率 让其的身高优势无法发挥出来 凭借着针对性极强的打法 赵俊鹏很快就将比分追至17平 启示的赵俊鹏也没有给梅克尔机会 最终以21比19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 第二局比赛开打之后 赵俊鹏延续了首局末端的气势 在对手率先拿下2分的情况下 靠着大范围的调动 很快取得了8比2的巨大领先 尽管梅克尔尝试破镜分差 但效果并不好 赵俊鹏还是带着11比4的优势进入了中局间歇 再次回到赛场之后 梅克尔完全没有了开局阶段的气势 更多只能通过抓赵俊鹏的失误得分 虽然大比分领先的赵俊鹏出现了一些无谓的失误 让梅克尔趁机缩小了分差 但是他还是以21比10锁定胜局 参加本届汤姆斯杯的中国队 整体实力并不很强 如果想要走得更远 需要每一名球员在比赛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期待赵俊鹏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打得越来越好 也为年轻球员起到一个很好的表率作用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